人生是一場賽局 無論學業 交友 婚姻 職場 處處是國異 唯有智慧是你真正的籌碼 唯有全民心攻略 給你鍛鍊籌碼的智慧 歡迎全國的大朋友小朋友 再次來到全民心攻略 你們知道嗎 財富他不是朋友 但朋友卻是財富 所以今天的我算是大富翁了 因為我朋友都來了 而且是跟我一樣愛演戲的朋友 他們都到齊了 Oh my God 他們為什麼今天都有空 來 我們歡迎大家 謝謝 好啦 好好介紹我們的第一位 這是我的新朋友沒見過的 帥哥演員吳承煬 妳好 吳承煬好 吳承煬 暗戀女郎周宇柔 吳承煬 桃花園女郎三本瑜 好 冒險承女郎陸鄰居 女王承女郎八月 行男承女郎五雄 大家好 還有攻略 攻略承女郎 上滑 今天大富翁太好了 有錢人的感覺真好 今天特別有人來宣傳 演唱會和戲劇 是吧 那就演唱會先來好了好不好 好 這位行男演員 十二月二十二的時候 在三創我的起承演唱會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起承啊 對 起承 就要起承出發 剛好我的承 你的承 叫起承 對 我這個演唱會 那如果許孝順開演唱會 就要起笑啦 起笑 還不錯喔 你有什麼問題嗎 我覺得很好笑 沒有當我的搭檔 就是要他笑點低 笑點低 笑點低 你唱歌唱多久了 我剛出道的時候是團體出道 那個團體叫做 超級二三腰 這次單飛 也演過不少戲了 對吧 對 最近 十二十二號只有這一場 對 只有這一場 好 喜歡他的朋友 趕快把握機會 那今天有一個好戲是 暗戀桃花園 好期待喔 這算是一生必看 一騎一會 我們現在學到了這個名詞 一騎一會 一生一定要去經歷一次的 華人經典 對吧 一個叫暗戀 一個是桃花園 所以分屬兩個戲的女主角 對吧 就是她是兩個戲 在同一個排演場裡面 發生的事情 這個戲已經被翻了很多版本 甚至也拍過電影 對 對吧 三腰這一次算是 這是家演的行程 我們現在就是已經 就是從台灣演到外地 然後再從外地再演回來 然後這次版本換了 因為暗戀的部分 換成邱澤跟蕭艾 所以做一個很全新的組合 本來是這個凡光耀跟誰 凡光耀跟朱子盈 蜜了對不對 對 也不是因為這好奇 都不上 所以就 陸明君剛開了什麼玩笑 他說蜜了 什麼蜜了是不是 他是不是罰了 是不是蜜了 罰了 心血 不能這樣講 怎麼樣是演出演回來 這個其實不得了 跟媽祖回軟一樣 你知道 對 還滿開始的概念啦 對不對 落盡回來了 對啊 這次在國家劇院有演出 是十二月的二十六號到二十九號 這次的戲趕快把握機會 搞不好給我機會去看一下 好啦 我們其他那三位呢 這個基本上都被冠上的陳女郎 這也是一個很奇妙的緣分 很榮幸 很榮幸 對啊 對吧 炫富 因為朋友就是財富嘛 所以我們是來炫富 沒錯 不小心就會變成復仇者 來 他們來宣傳 我們來宣傳 好會講話 我今天是來炫富 好 你們有些人是第一次來 巴鈺 周雨柔跟吳承雅 我第一次來 請各位加油 好 來 歡迎本館最高層級研究員 蔡上華女士 詳細說明我們該用什麼態度 來面對她 來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 新攻略陳女郎 蔡上華 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的 每一個都是又聰明又有演技的 承承哥之友 但是誰能勝出 想要站上答題台 首先通過資格賽 在資格賽的部分 是要全方位的檢驗你的 手速 腦速 知識 常識跟實事 到底懂多少 如果答對的話 就能夠進入我們的 九宮格攻略賽 攻略賽當中 每一個人量身打造的 客製化體庫 答對越多 獎金越高 獎品越好 十萬大獎 等你來場 所以好好努力 加油吧 我們是把時間交給 陳女郎的男人 陳陳哥 來了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假眼淚 假眼淚是什麼 演戲的人 會不會接觸到他 因為今天你們 都是一個屬性的人 扣了這個帽子 都是玩演戲的朋友 所以你們戲都演得不錯 什麼時候用到假眼淚啊 第二個提示 再看十秒 既然有人按了 八玉 你按啦 我按了 你都按了吧 來 你的答案是 八成確定 你的答案是 假的 鱷魚 漂亮 長吻鱷 短吻鱷 然後鱷魚的加眼淚 鱷魚有加眼淚 很有加眼淚 因為鱷魚在捕食的時候 它會流眼淚 然後呢 其實它不是因為 慈悲的關係 它是因為眼睛乾 到八玉 我覺得我好看過這個新聞 因為眼睛乾 它眼睛乾 所以它就開始流淚 是潤滑 後來就衍生成 假同行星的意思 好厲害喔 對 搞不好它是錯的 我覺得你是對的 鱷魚 是吧 你的答案就兩個字 鱷魚是吧 對 鱷魚答對沒有 答對沒有 好 鱷魚 鱷魚 恭喜 八玉進行我們的 九龍哥攻略賽 請就位 八玉同學 是 國立台北大學 應用外語系別 所以你的第二外語 應該就是英文吧 還有別的嗎 主修是修英文 還有修修 第二外語修西班牙文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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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誰叫你跳的 誰叫你走的 對 它就是一個熱情的語言 它有五分鐘的答理時間 是你們最充裕的 所以待會知道它有刃有益 讓你帶著大家看看 你們會拿什麼大獎 夢幻之門 請開門 今天為你準備了 智慧家電之外 還準備了我們的那個 洗鍋風的洗碗機 行動式的 攜帶式的冰箱 可以放多少瓶酒 十來瓶吧 然後那個微電腦的 微電腦的跑步機 好 妳今天來上節目的時候 有跟醫生說什麼嗎 我有先吃藥 好 來 請輸出他節目的攻略賽提醒 好 請看 外語系應用 你的跟你有關 對 你就念那一刻 對 磨礙石像 因為你去了 去過 這個是 不是度蜜月吧 不是 工作去的 工作去 聖經故事知多少 因為你就是教徒 沒錯 泰國大頭蝦 沒有 你最愛吃的 最愛 最愛的泰國蝦 睡不夠後遺症 完全跟你生了孩子以後 開始變得很淺眠 對 很多媽媽都是這樣的 是 昆蟲怕怕就是你 就怕昆蟲 很怕 幼兒腦科學 還不到四歲的兒子 你是一點一滴的拎著他 沒錯 然後很在意他的腦部發展 樂團二師兄 說的是你的老公 剛好是樂團的鼓手 沒錯 我們從哪裡開始 磨礙石像 磨礙石像 就從這一題開始 開始 準備倒數 請出題 復活節島上的磨礙石像功能 類似於墓碑 請問越大的石像 代表什麼意思 A 生前越有權力 B 過世年紀越高 C 家族越有錢 送分題了吧 我的答案是 A 生前越有權力 請出題 不假思索的感覺真好 我很確定 誰告訴你的 因為我在現場看過了 而且我們有當地的導遊 都可以 那磨礙石像通常很少很少 是一個一個單獨的存在的 通常是一整排 然後有從高高低低不同的排列 身上有一些的裝飾也不一樣 他有裝飾 對 通常呢 越大的表示 因為他們都是酋長類的 部落的酋長 長老 對 所以一般平民是沒有的 一般平民沒有 那會人家做得像 都大同小異 誰知道誰是誰 所以他們身上有一些標示 然後有大小之分 然後呢 他們存在的這個意義 就是來守護整個部落的 OK 所以通常越大的呢 表示他生前的那個 權位越高 請介紹 恭喜答對 好 磨礙石像呢 基本上他的功能 就像是墓碑一樣 但是呢 他同時也是世界文化遺產 守護著在復活節島上 原生的這些原住民們 那其實呢 我們剛剛有說到啊 他們其實呢 是在這個得高望重的人 酋長 或者是有影響力的人 過世之後呢 才有這個資格 被做成磨礙石像 那基本上他是背上海 但是面向著村子 就是希望可以繼續守護著 他們的這些村民 而且呢 最高的磨礙石像呢 其實有二十一公尺高 相當的巨大 甚至呢 他還有上百噸 這麼重 來 第二題 第二題我選 昆蟲怕怕 最怕什麼 只要五官不清楚的 我都會很害怕 哪一個昆蟲五官那麼清楚 你誰 怎麼看得到 所以我幾乎都怕 昆蟲怕怕 請主題 歐洲研究發現 人類對下列哪一種昆蟲的恐懼 是與生俱來的 A毛毛蟲 B蜘蛛 C蟑螂 不好選吧 都很怕 不好選吧 我都很恐懼 與生俱來的 不好選吧 這個 我 我的答案是B 請鎖定 另外他答對的舉手 有兩個不舉 陸明君為什麼不舉 與生俱來的 誰要放下來 所有的昆蟲都會從毛毛蟲變成 所以你認為是毛毛蟲 對啊 周宇柔 因為我自己小時候不怕蜘蛛 所以我就覺得 那會不會不是與生俱 那妳怕的是什麼 蟑螂 小的沒辦法 我是覺得 從小的時候毛毛蟲跟蟑螂 是不會從舉 但是蜘蛛是小時候 一看到就會害怕 所以我覺得那應該是 範圍大 對 個人經驗 因為他所佔據的範圍還挺大的 我不知道就是看到很大一隻 然後黏在電話板上 就會很 其實我三個都很掙扎 但是我最後選蜘蛛 也是以牠整個表態出來的樣子 因為我覺得自然 昆蟲界牠們 包括動物界也是 牠如果要去下一個對手 天敵的時候 牠一定會先把牠最大的樣子 展現出來 比如說高或是大 妳就知道為什麼 那麼多人怕我了吧 我超怕你的 亂打 我每次看到你都會漏尿 與生俱來對牠就會恐懼 真的是蜘蛛嗎 請介紹 好 有些人會很怕蟑螂 有些人很怕老鼠 那現在這科學家 就一直想要討論說 到底我們的恐懼 是學習的還是天生的 可是他們就發現 在已開發國家當中 每五個人就會有一個人 他是滿害怕 蜘蛛或是蛇類 所以德國的科學家 他們就做了一個實驗 小寶寶六個月大 照理說什麼都不懂吧 但是他們故意在寶寶的前面 就秀出很多種 不同的可怕東西的照片 包括我剛剛所說到的 蟑螂 蜘蛛 蛇 或者是其他蝎子 之類的東西 結果發現寶寶 只有在看到蜘蛛 還有蛇類的時候 它的壓力指數 會突然的上升 所以看得出來 這個是我們的祖宗 在基因當中 送給我們的一個禮物 因為哺乳類動物 其實基本上 對於蜘蛛跟蛇 都是比較可能會造成 我們的人生威脅跟攻擊的 所以在我們的基因當中 就已經有了烙印 讓我們天生就會比較 趨疾弟兄 不要去接觸到蜘蛛 或者是蛇類 現在一萬在巷子口了 在巷子口 我去拿 先答對第三題再去拿 而且不用拿 他會送過來 好 第三題 跟我老公有關的 樂團二師兄 你會因為他 你本來就對音樂理解嗎 本來 本來 因為他是個鼓手 對 節奏樂器 那你有專長 你不要只說他是鼓手 他是樂團界的賭徒 因為他只堵大 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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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在想 我不知道你聽 你會表演多久 我會夢一個過門 堵... 堵...大 怎麼樣 好 可以... 樂團二師兄 請出力 有樂團裡的第二個主唱之稱 是哪一個樂器 A 吉他 B 鼓 C 鍵盤 我的答案是A 吉他 請鎖定 你老公打鼓的啊 你就不認為他是樂團的 第二主唱嗎 你是要... 你應該是要以一個 平常樂團裡面 除了主唱之外 大家都會去封誰 那他就是第二個主唱 鍵盤有時候很厲害 可是比如說 一個樂團基本配配三個 一個是主唱 一個是吉他 另外一個就是鼓 Keyboard呢 這樣就可以成一個樂團了 不用Keyboard都可以啊 然後Bass跟Keyboard 都不是必要的 真相大了一個白啊 是的 懂一點 這神經病懂很多耶 你做神經病 我就是耶 我以為我傷害你了 請介紹 中山的票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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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題 聖經故事 你信基督教多久了 小時候就參加主日學 國小前 然後我真正覺知 信主的時候是國一的時候 聖經故事知多少 來 讓我們一起看看 什麼題目 來 請 根據聖經記載 挪雅方舟的故事當中 挪雅一家人 在方舟裡待了多久 A四十天 B半年又十五天 B一年又十天 這好難啊 這個最簡單 這個很簡單耶 我的答案選 我選A 請鎖定 你是猜的 我有一點點不確定 一點點而已 有一點 來 後面的教徒 什麼教徒 教友 教友 我們是教友 後面教友 他認為他答對了舉手 沒有 一個 我選錯了 應該 應該講我沒記錯了 我記得有到一年喔 對 我記得 一年也有十年 他們的在教友之間 也會有一些意見上的不同 他們也會有一些 他們所念到的 接受的訊息是不一樣的 我竟然敗在我 信很久的內容 我都不知道你們分屬於 哪些不同單位啦 因為 畢竟全台灣這樣的一個單位 好多嘛 對 但這故事只有一個答案啊 同一本聖經啊 但故事只有一種 對 只有一種 對 我現在大概八成確定 我答錯了 對啊 趕快讓我們節目這一切 請揭曉 請揭曉 你答錯了 這對答案其實是 一年又十天 因為呢這一場大雨啊 整整下了四十天之久 那到了一百五十天的時候呢 洪水才逐漸的慢慢消退 諾亞呢她為了想要探知外面的水 到底退了沒 所以她放出了三次鴿子去探試看看 結果呢到了第三次 鴿子就沒有回來了 因此呢是過了一年又十天 她聽從了上帝的指示 說一定要等到水完全退進了再出去 所以她是隔了這麼長的時間 才終於再回到外面的時間 來 我們送什麼藥 送什麼禮物給她 好 恭喜巴鈺得到的是 酷色功縫 Javish Vintage 智慧語音藍牙復古帽 這個全台首創內牽涉的 AI智慧語音藍牙復古帽 有實用組的語音指令 可以聽音樂 接聽電話跟導航 還能夠趁接Google跟Siri 搭配專屬的這個Javish App 全台道路任我行 上帝知道我需要什麼 上帝是故意讓我答錯的 沒有上帝就是製作單位 你冷靜點 冷靜下一回合的資格賽 第二輪資格賽 請看第一個提示 神拳 神拳有插接詞嗎 接字嗎 說誰呢 第二個提示 再看十秒 來 哎呀就出來啦 你們... 張梅芸你不應該慢著 這就是演戲演久了 我運動耶 誰練 那個反應耶 這不是運不運動的問題 是反應 演戲演久 那個反應 思考也邏輯不同 他也不一定對啦 來 明君 北斗神拳 就是勺子 就北斗七星 北斗七星就是個勺子的形狀 吳承陽 但是因為北斗神拳 會不會是有點老派是不是 這有年紀嗎 今天那時候我們會知道 北斗神拳 我剛剛是想一拳超人 北斗 北斗神拳 北斗神拳就是武雄 周宇柔 跟吳承陽不知道的 但是所以我說張本宇 不應該按賣 因為北斗神拳的時候 那時候 有聽他比你大幾歲嗎 對啊 我們國中 你還國小耶 答對了沒有 北斗七星 恭喜答對了 北斗七星 恭喜陸明君 九龍哥攻略賽請你就位囉 來 今天量身打造的題目 讓你心有氣氣焉啊 四分鐘你要面對的題目 請公布 客製話的題目分別由 強威之烈 幾乎是你的成名作 地中海香草 你會做菜 喜歡地中海料理 尤其熟悉 所有的 對不對 入錯 入錯賀里是因為最近在搬家 對 剛搬 是搬家 剛搬我們也出題 看到沒有 對 很貼心 早上七點 這個待會再告訴大家了 秋冬交替 節氣 這個東西講的是 你幫老公是按照節氣 在補身體的 當然 就是對 喜歡了解一下 癌症時鐘呢 說的是你曾經發生的 在自己身上的子宮頸癌的問題 網球天王廢壩 這個是全世界的偶像 那也是你老公的最愛 是吧 老公本身打網球的 時尚褲裝呢 你對於褲裝的穿搭呢 是特別的有經驗 裙裝也可以 那當然 你是誰 香水持久法 特別重視香氛的感受 從哪邊開始 就是剛剛最新最新的事 就是剛搬家 恭喜新屋落成 請出題 A 衛生紙 B 抹布 C 脫髮 我的答案是 A 衛生紙 請說定 為什麼 誰會送抹布跟脫髮啊 不好說 韓國人啊 衛生紙就實用啊 就像假如我要送朋友那個 寶寶的禮物 我也送尿布啊 一整年份啊 一整年份的尿布 就是實用啊 尿布一送送一整年份 而且其實這韓劇有演過啊 對啊 所以我有在看韓劇 因為我老公喜歡看韓劇 所以我就跟著看韓劇 送衛生紙當作賀禮韓國人 我們台灣人家沒有出現過這種問題 送衛生紙 謝謝你介紹 恭喜 當你有韓國的朋友在搬家的時候呢 你可以送他兩種禮物 一個是那種捲筒的衛生紙 第二個呢 就是可以洗出非常多 泡泡的洗衣精或者是洗衣粉 他們的意思呢 都還滿類似的喔 像是衛生紙捲筒 衛生紙就一直拉一直拉嘛 就感覺這一家人 未來都能夠一直這樣 持續綿延不斷順順利利 那這個洗出很多泡泡的洗衣精呢 就代表著他的錢財 也能夠跟泡泡一樣 很綿密 源源不絕 所以都是有很旺 跟很發意思的好禮物 第二題 來 時尚褲裝 時尚褲裝 請出題 古代西方女性穿褲裝 被視為商風伴俗 西方女性真正開始穿褲裝 是哪個年代 A十九世紀中 D十九世紀末 C二十世紀初 我的答案是 C二十世紀初 誰鎖定 D十九多少年 穿褲裝 對 你當模特兒的時候 這二十年前的事情 那時候穿褲裝 有商風伴俗嗎 沒有啊 就是其實真正開始 穿 女生第一次穿上褲子 是Coco Chanel 對 對 她設計的馬褲 她是二十世紀嗎 不是 就是她突破了就是 女生不只是 只能穿褲裝還能穿褲 因為以前是有馬甲 以前女生穿衣服很保守 一定要縮得好好的 然後所以 到了真的是Coco Chanel 還開始 那個是五零年代 但是真正開始穿褲裝 是有一個時代的眼鏡 因為你看從她穿了褲裝後 其實從膨裙到窄裙 到不同的裙裝 其實經過時代的眼鏡 所以真的開始穿褲裝 是二十世紀的馬褲 請揭曉 對了 這樣穿就對了 謝謝 謝謝 好 在中國古代很早 女性就可以穿褲裝了 但是在這一點比起來 西方女性居然在穿褲裝的歷史 還不到一百年的時間 因為其實一開始 在十九世紀中的時候 就已經有女生 開始想要穿褲裝 但是當時的社會認為 雙風敗俗 甚至還把她抓起來 要去坐牢 一直是到二十世紀初 二戰爆發以後 很多的女生投入了勞動力市場 比如說要到軍衣裡頭去工作 或者是到這個部隊裡頭 去做後備的補給的這些工作 那為了她們的方便 才開始讓女性穿褲子 也讓女性可以從這種高腰 束腹 馬甲當中 可以振脫出來 第三集 香水持久法 為什麼那麼重視香氛 因為我怕臭 十百 我去都有點緊正常嗎 你哪裡緊 手頭 那你有那麼多朋友 不是朋友就錢嗎 那再叫十個朋友 香水持久法請出題 請問下鍊哪種方法 可以讓香水的味道更持久 A 噴在手腕處摩擦 B 噴在腋下 C 擦完乳液後噴 我的答案是C 請鎖定 怎麼不是噴在手腕上呢 這不是叫說 在血管的地方 沒有 這個呢 隨著你的脈搏 這個真的是 這個真的是有研究 因為手腕跟腋下都容易出汗 然後汗裡面的成分 它會破壞那個香 香精的那個味道 然後香水 它是酒精跟水 然後其實水跟油要混合 它才會附著在你的皮膚上 所以其實像你看人家賣那個香水 它會連香水跟香水的乳液 它會一組去扛敗 就是你先擦完乳液再噴香水 那會很持久 所以油會抓住香氣 就像做菜一樣 油也會抓住香氣 擦完乳液後噴 你知道嗎 請介紹 恭喜答對 第四題 秋冬交替節氣 秋冬交替節氣請出例 請問二十四節氣當中 哪一個是秋季的最後一個節氣 A雙降 B寒露 C白露 漂亮 我的答案是A雙降 請鎖定 為什麼不是寒露 因為那都是冬天的 寒露跟白露都是啊 白露的好像不是 但是我記得雙降是 因為我昨天上廁所的時候 看健康雜誌的時候 剛好講到 現在是秋天的最後 上一個立冬之前是 最後一個節氣是雙降 剛好被你看到 剛好 兩天前上廁所的時候 剛好 剛好 這就是緣分 雙降是秋天的最後一個節氣 是嗎 雞姐講 好 實在對 來喔 目前你離三萬越來越近了 第五題 地中海香草啊 不是很熟嗎 好 地中海香草 對 來囉 第五題請出題 義大利綜合香料是製作 地中海料理最方便的陶味料 其中大部分的奶 是哪一種乾燥香草 A 百里香 B 奧勒岡 C 巴西里 送分錢這個 我的答案是 A 百里香 請鎖定 為什麼不猜奧勒岡 百里香它跟海鮮 跟雞肉類都最搭 可是我們在奧勒岡葉 不是也是占大眾嗎 奧勒岡葉有一個 比較奇妙的味道 巴西里它就是晴燦 希望你是對的 來 請介紹 正確答案就是 正確答案就是 而且這是義大利綜合香料裡頭 其實主要的材料 就是以乾燥的奧勒岡 跟羅勒作為基底 在裡頭再另外搭配著 百里香 迷迭香 薯薇草 其他一些不同的香料 進去來做搭配 送什麼禮物讓大家帶回家 來 請 恭喜明君主要的是 醫院所樂夫電熱組 這個是3D立體的電熱眼罩 適合手機組凹槽設計 不壓破眼球 三段定時溫控 溫暖疲勞你的雙眼 還有針對女性設計的電暖腰帶 柔軟透氣大面積發熱 搭配行動電源 讓姐妹們走到哪 暖到哪 太好了 好棒 恭喜嗎 冬天到了 也很需要這個 太好了 來 下一回合的資格賽 來 第三回合的資格賽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九月圓期十月間 懂吧 第二個題目 第二個提示 我知道了 來 妳說 胡兄 就螃蟹 對啊 秋天就是秋蟹北美 十 九元時間啊 兩個字 螃蟹到對沒有 胡兄死得真慘 可以再按嗎 沒有了 答案是三個字 來 下一個提示 請看 楊成虎 一大雜蟹 你怎麼不按 你怎麼不按 對 沒有 我以為是下一題 你就換一題了 我以為換了一個一題 我怎麼不按 你怎麼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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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類區分呢 若非陽澄湖蟹好 此生何必住書週 這個這麼容易 好累喔 好累喔 來 冷靜 來 啟程 大閘蟹 大聲一點 大閘蟹 我不要錄了啦 那個 你回家繼續暗戀吧 大閘蟹答對了 恭喜答對了 我自己已經打耶 對 吳承陽想不到心來乍到你 謝忻她的九個攻略賽 謝忻 就位 吳承陽同學 台灣戲曲學院民俗記憶學系 是 有女朋友嗎 都是朋友 好 謝謝 對 有些民俗沒意思 對 對吧 交往多久了 不能說 還是沒有 你有三分鐘的答題時間 好 很緊張 對 來 梁森達到的題目 請公布 吳承陽的游空日賽 沒看到題目是 電眼男孩戴墨鏡 說的就是你 你的特色就是 你的眼睛會說話 尤其有收集默信的習慣 鍛煉降體脂 是你曾經接一個角色 男男練 對吧 體脂降到十以下 這太誇張了 提酒代言人 他是 而且就是今年 熱門自助餐 家裡面曾經在迪化街開自助餐 好 然後日料緣起 就是你愛吃的日本料理 武術南北拳 聽說你會特技 會打北拳 對 對吧 腰痛好睡姿 腰部曾經受傷 對 然後鋼琴古歷史 說的就是你的古典鋼琴彈的 不錯 好不好 不要空手而回 好 但是你要知道你是剪刀的 你曉得 我知道 對吧 你現在回頭跟本宇姐姐說 我們要出發了 跟他講的 我們要 我們要出發囉 你不要交換小孩子 從那一滴開始 腰痛好睡姿好 腰痛好睡姿 請出題 哪一個 我的答案是C 把膝蓋鎖定 膝蓋立起來睡長什麼樣子 就是你會這樣 弓起來 對 弓起來 這樣子 然後腳等於是站在腳 踩在床墊上 對 膝蓋是弓著的這樣子 就我們在復健的時候 也是都會做這個動作 我這樣腰比較舒服 所以我覺得應該 而且睡的時候也是 你如果腰痛的 你這樣做 你會覺得突然舒緩很多 我減少腰部的壓力 因為你如果腳是開的話 它會變成是這個後面在用力 你一立起來之後 它會力量到前面去 你一看什麼時候腳會這麼開的 沒有 睡著啊 你有時候睡的時候 你會這樣子嗎 就是有人會這樣睡 睡...睡就開了 對 這樣睡 好 我看哪有這種事情 好 膝蓋立起來睡 請戒腳 如果有腰痛啊 最心盤突出的朋友們 應該可以感覺到 如果你是仰躺著這樣躺著 在床上要睡覺的時候 是特別特別痛 因為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注意看看 如果你躺下來的時候呢 你的腰的這個地方 一個手掌是可以這樣 很輕鬆地從你這個腰 這個有一個拱形出來 穿過去的話 代表你腰部壓力真的很大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把膝蓋立起來 當這樣子做的時候 就可以把你的身體的重心 往前移 所以這個時候 剛剛那個拱形的位置呢 就會消去了 就可以看到你的腰 就可以整個平躺在床上 所以就不會有很大的壓力 支撐在腰部的位置 好了 加油 好的 開始 第二題 熱門自助餐 在迪化街小時候 現在沒有了吧 現在沒有 賣了好幾年 對 賣了好幾年 供你念書就靠這個 全部都靠這個 熱門自助餐請 出題 以CAPO大數據 關鍵引擎調查 網友票選自助餐店 最熱門的菜色是什麼 A 炸排骨 B 滷雞腿 C 瓜子肉 漂亮 好題目 你不一定知道 我的答案是 A 炸排骨 請說例 這三個很 都是很多人愛吃的 對啊 但是它票數 我認為幾乎是 有些微的差距 你為什麼認定是炸排骨 不是滷雞腿 其實像在我以前小時候 我都是炸排骨 跟炸雞腿 都是我的炸這樣 那炸 你都你在炸 對 那是滷雞腿 對 所以我就想說 滷雞腿應該不是 但我覺得炸排骨一定是 因為每一個地方 你去每一家自助餐 幾乎炸排骨 它都會先炸好 就是只有 只有最 就是最熱銷的東西 它會先準備好 其他東西它可能會 對啊 對 滷雞腿當然也要滷 可是炸排骨一定是自己的 認為他答對的舉手 因為現場女生比較多 我覺得排骨吃起來 比較方便 滷雞腿不方便 就是要啃啊 所以有時候就會覺得 選炸排骨比較方便 炸排骨也有骨頭 比較好吃 不是 你要想一下 會去自助餐吃的人 他求快跟求飽 對 所以排骨它很快就可以給你了 然後它的肉看起來 又大塊 然後它又幫你切好的話 你會覺得有飽足感 唉唷 看來姐姐們對你都很支持喔 對 好不好 祝你們幸福囉 來 請揭曉 恭喜 阿貴 一萬塊在巷子口了 加油 電眼男孩戴墨鏡 電眼男孩戴墨鏡 請出題 臭嘍 戴哪種顏色的太陽眼鏡 有傷害眼睛的風險 因此不建議使用 A 紅色太陽眼鏡 B 墨綠色太陽眼鏡 C 藍色太陽眼鏡 兩分零五秒 我的答案是B 藍色太陽眼鏡鎖定 為什麼不是A 因為我之前有做過那個 雷射 你做過雷射 對 雷射 然後我好像有印象 醫生有跟我講說 你那個太陽眼鏡 有沒有什麼變色的 然後 又有跟我講過藍色 叫我先不要帶 認為是紅色的舉手 一個而已啊 露明金 藍色 藍色的舉手 讚美 妳為什麼不舉 紅的吧 妳也那個紅的對不對 所以囉 我猜綠的耶 綠的是最好的 真的 綠的是最好的 你看妳多傻 戴哪種顏色的太陽眼鏡 容易可能 會傷害你的眼睛 有這樣的風險 不建議你使用 記得喔 來 請揭曉 是哪一顏色 紅色還是藍色的呢 漂亮 漂亮 太棒了 通常我們戴眼鏡 都會特別注意 它有沒有綠藍光的效果 但是藍色的墨鏡呢 它是最容易造成 藍色的光通過 所以其實呢 藍色墨鏡是最不建議 大家使用的一種 墨鏡的顏色 反觀灰色跟墨綠色呢 它們其實呢 都可以吸引各種 不同波長的光線進入 所以它算是一個 最平和的太陽眼鏡的顏色 而運動員呢 常常都會戴 黃色的太陽眼鏡 因為它阻隔藍光的效果 最強 同時在戴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更清楚地 看到這些球的變化 或是這個顏色的變化 再答個三題 帶個三萬禮物回家 好不好 好 第四題 鍛鍊降體質 鍛鍊降體質 你從多少降到十以下 十四降到八 十四降到八 你看痕不痕 它十四已經不高了 對啊 十四很低 好狠喔 男生啊 女生不同的數字 那你看我降到二十 要多長時間 不一定啊 看你的決心 看你的決心 鍛鍊降體質 專心一點 來 請出題 人人都有腹肌 只是被油包住了 通常男生體脂肪大約 到多少的時候腹肌就會出現 A十三% B十五% C十七% 一分四十五秒 這陷阱體耶 體... 體脂肪到多少 就會有腹肌 我答案是B 請鎖定 你為什麼說是陷阱體呢 因為十三 你以前十四的時候 有沒有嘛 有 UC 阿布奈 你有練練練 來 妳怎麼說 十五 妳也十五 十五 十七不會有腹肌 比較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烏雄你有練不是 我覺得十七可以耶 漂亮 因為有些人雖然有腹肌 可是可能他其他地方 還是有點肉肉的 就是在行程的過程當中 可是他說的是腹肌 對啊 既然妳說是陷阱 那是不是真的陷阱 對啊 請揭 好 好 好 其實一般我們看不到腹肌 是因為被我們的脂肪啊 油啊給包住了 但是呢 只要男生跟女生的體脂 降到一定的數值以下 腹肌就會開始慢慢的出現 像是男生的這個體脂數 大概如果在十五%左右 就可以看到隱隱約約的腹肌 女生只要十七%的話 就大概有一些腹肌的形狀出來 不過對於喜歡把自己練得很健美的男生 通常會覺得應該要降到十到十二% 才是會有那種快快分明的腹肌的形狀 甚至人魚線啊也會看得到 陳哥 你觀念啦 你在忙什麼 也有腹肌啊 只是團結在一起啦 一塊一大塊 我不是叫團結 我是集中管理 對 方便 我是他們的射尖你知道 對 因為不管他們會到處亂跑 你不分租 你就一個豪宅 對 對 後天不死 三合院 其他其他怪狀 不好 滑下 我希望周宇柔跟我們一起進行 但是我希望你們兩個休息 好 好不好 謝謝你們 好的 第五題 啤酒代言人 啤酒代言人請注意 為保留啤酒風味 成莊的人氣會有所不同 請問比利時啤酒最適合用什麼杯子 A 直筒棒狀杯 B 上寬下窄杯 C 窄口高酒杯 漂亮 答案是 B B 請所力 上寬下窄 上寬下窄是類似白酒杯啊 不是 這樣子 味道比較容易散 這樣子 通常 我要選的話我會選A或C啊 因為上面寬的話味道散得快 氣候一下就沒有了 沒有 我跟你吃相反的看法 因為比利時啤酒有很多的味道 所以它那個上寬的話 它那個香氣比較容易出來 你可以喝到那個味道 像直筒的話就是德國啤酒 比利時啤酒 你知道嗎 最適合什麼樣的杯子 切影介紹 正確答案就是 對不對 因為比利時啤酒呢 它是有一種很特殊的酵母風味 那裡頭就帶了一點 紙類的香氣啊 還有一些果香在裡頭 所以它最適合的呢 就是用這種高角的 浴金香口的這種杯子 因為它的質香效果比較強 所以就可以把香氣 鎖在杯口 可以讓你可以品嘗得到 送禮物送給澄陽 送什麼 公主澄陽得到的是 Begelang Begelang 都會玩家君士風後背包 巔峰全配組 這個是採用了 軍用MOL的吊掛系統 讓你可以隨需求改變 促進組裝背包的空間與功能 還能夠搭配不同風格的 魔鬼之間故障 營造自我風格 一包多用途真的不是空談 都會玩家君士風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幫進行終極懲罰 謝謝 決明互動題又來了 我們讓吳承陽為各位呢 進行這一個單元 現在他從這裡面剩下的三題選擇 他答了滿多題的 他主選 你們來答 而且還可以討論 最後告訴我你們的答案是什麼 答對的人待會兒豬頭少打一下 好啊 等一下 真的 好 我們可以給他們建議好不好 來 日料緣起 鋼琴古歷史 還有武術南北拳 你選一個 武術南北拳 天啊 這麼喜歡吃日本料理又不學 鋼琴彈了半輩子也不學 怪了 都是歷史 武術南北拳 準備好了 哇 請出題 傳統武術會模仿動物的姿態來創造動作 又有南拳跟北拳之分 請問哪一種動物的拳法屬於南拳 A 鷹爪拳 B 白鶴拳 C 螳螂拳 這太難了吧 這個 很難 難選 我答嗎 你先答 我的答案是A 鷹爪拳 為什麼 說 因為它裡面動作很多這樣 這種 很多這種動作 這樣 對啊 這種 這樣 對啊 拳開的 拳開 這種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南拳 拳開 對啊 你不是說北拳屬於長拳嗎 對 長拳 不是 他不是手長的問題 不是長 不是身長的問題 每個都會有這種動作 只是他動作的形態不同 北拳就會比較俐落 北拳俐落 然後南拳 感覺是比較大隻的人 會打那種 大塊頭 明明北方人比較高大 為什麼是南方人打這個 我也不懂 因為南方人沒那麼高大 所以他表現得特別大 有可能 對嗎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 你覺得 你要知道這邊只有你練拳 我們都沒有 我們練只會喊拳 五十四五 我也只會做動作 文獎啊 文獎 絕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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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玩笑 他是九拳 所以你的意見很重要 關心後面三個大家被扁的次數 你說陰爪拳 應該是陰爪拳 各位 你的命運自己創造 選擇陰爪拳的舉手 你為什麼不舉 我舉 你看 你選他們都跟著選 不要你們這樣被打 我都沒有了解 可能跟選 跟選啊 盲手沒想法 不是他如果講說 男拳是長拳的話 鷹爪感覺就是比較長啊 就是你知道嗎 他說北拳是長拳 北拳是長拳 北拳是長拳啊 可以趕快換 那我要選螳螂拳 那他就問哪一個是男拳啊 你選螳螂拳 說到底是什麼啊 你這是狗啊 這是什麼東西啊 就螳螂啊 沒有 這是螳螂 所以怎麼樣 你選螳螂拳是吧 等一下 把他記起來了 各位 等一下 等一下 沒有時間了 等一下 好啦 選擇陰爪拳的舉手 好難啊 我跟隨他 好 一個 選擇白鶴拳的舉手 不然我們一人選一個 好 那我們選白鶴好了 我選白鶴 你又改白鶴 我改白鶴 白鶴 水瓶座就是水瓶座 白鶴 那你就是螳螂拳了 好吧 好不好 看誰少打一下好不好 好 這樣 好恐怖 你們都選了沒有選擇的理由嘛 對不對 就是硬選嘛 對 好啦 你是學拳的 他們 你可能不被處罰 但是關係會要會被丟臉 來 你鎖定哪一個 可以在換 你忙你的啊 還鎖定以前都可以換啊 還鎖定以前都可以換啊 我就是覺得鷹爪 因為鶴 鶴 鶴比較多那個啊 我在打長拳的時候 比較多這種動作 鶴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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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鶴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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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鶴� 屬於男權呢 請揭曉 他打幾下 不一定 看你得到多少票啊 看他會得到多少票啊 因為你一定有人投給他嘛 一定有 一定有 那這三題呢 剛好是 剛才阿店剩下的 阿店能打五題 我相信他自己本身應該也很高興 我們從哪一題來選 B群好不好 好 我覺得現在因為你們是 會有集體課B群的現象 集體課B 集... 好 集體課B群 是 就這一題 B群大禁忌 請出題 請問有什麼壞習慣的人 又補充大量的B群 反而會提高離癌的機率 A 抽菸 B 喝酒 C 吃檳榔 這個壞習慣 是因為B群的幫助 反而 容易離癌 得到癌症的機率變高 來 是抽菸的舉手 哇 這個黃曆後面會有... 是喝酒的舉手 喝酒嗎 哇 對不起 慢舉了一點 你喝酒 喝酒 你就是吃檳榔囉 我想要拆檳榔 為什麼 來 先放 嗯 因為今天 所有題目 跟我想的都倒過來 所以我 我也是覺得喝酒 但是我覺得 直覺上可能 你是反指標 對 反指標 吃檳榔可能 有機會 只是猜幣不知道原理為何 是吧 呃... 檳榔裡面那個 叫... 石灰 石灰 石灰的成分 跟B群會不會有因為 組合起來變成炒酸鈣什麼的 對啊 也是有機會 B群不是顧肝嗎 喝酒不是傷肝 會不會就是... B群顧肝 喝酒傷肝 所以這樣一 抵消嘛 剛好 但就太大量了 他就是... 他被傷害的時候 你給他太多 哦...有可能 你認為喝酒 喝酒 我也是認為喝酒 請說明 喝酒兩票可記得齁 答喝酒的兩位 來 說為什麼 其實... 其實... 就是看起來也會覺得是喝酒 因為... 但是我不確定 因為沒有看過相關的東西 那... 因為B群其實是需要透過 它是水溶性的那個維生素嘛 所以說它必須要透過那個 水的代謝啊或什麼 可是你喝酒也要去代謝 那個...你的體內的那些酒精 嗯... 所以... 他說到一個很重要的關鍵耶 蠻好的哦 B群這個... 水溶性維生素 它需要有水的作用 要有維生素C的催化 但喝酒之後 很容易讓身體 失去水分 因為酒精可以把身體的水分 從血管...血液裡面排出 所以為什麼喝完酒之後特別渴 對 需要水的B群 碰到會排出水的喝酒 這個行為可能會造成 身體的不舒服 反而... 是不是的意思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但是霸天剛剛說的也很有道理啦 就是你怎麼想 反正不要喝 你怎麼想反而就會錯了 對 剛剛...你們這一團 誰喝酒喝的比較多 霸天 你選吃檳榔 你都喝酒了還要吃檳榔 還好我沒吃B群 你們不是有集體課B群 你們有吃啊 我會避免 避免... 我可... 分開 其實B群還不錯耶 嗯... B群還不錯耶 既然這樣的話 喝酒占最大宗 你是... 喝酒 只有你吃檳榔 對 我吃檳榔 你也喝酒 我喝酒 會不會結果是醜 喝酒請鎖定 對 似乎有道理 現在吃B群已經算是一個... 基本動作 常見 生活習慣 C B E D 這些是大家一定要...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中二維他病賣得這麼好 大家就發現這些很容易缺嘛 喝酒能夠讓你補充的B群 反而讓你離癌 這個就要小心了 首先證實一下這個問題 問一下你的加力哥 來請 接腳 答對的人少打一下 答對的人 不是喝酒 都不是... 不是喝酒 那我們剛才那就不用太擔心了 請繼續課B群 好 沒有問題 待會他跟哪一個行為會衝撞 這個是我擔心的 對 因為我們真的常吃B群 來 告訴我們這個答案 正確答案就是 邱嫣 這是根據明依江坤俊他所說的 他說呢 其實B群它是一種水溶性的維生素 所以呢 其實當我們如果大量過度的補充的時候 很可能會造成一些神經性的毒素出現 當然這就要吃到非常非常的大量 可是呢 在他們的臨床發現呢 其實如果有抽菸習慣的男生 如果有平常很大量的在吃B群的話 長期下來的話得到肺癌的幾率 會是一般人的三到四倍 三到四成之多 所以也要建議大家 雖然B群好 可是補充的方面呢 一定要適度不能夠過量 反而會得肺癌喔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所有的朋友知道了 這個新的養生訊息 健康資訊 把它吸收起來 麻煩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問一下你的嘉義課 是不是這回不回事 好不好 情編互動題下次再見 好 謝謝 好了 最後即將揭曉 今天他們三個人最後的結果如何 你這一下不用打 但他們要 對 所以我們還有一下 你還是有啊 因為你剛才打對了 你打對了啊 互動力 我先從遠的打回來好了 好 好 為什麼從我開始 來 鼻子拉到我指尖 超過我的指尖 來 再來 遠一點 好放 你看 你又鬆軟 這樣子怎麼會有效果呢 好軟啊 我怎麼都打我一下 好可怕 要我指尖 來 拉 再來 再來 好放 沒有 基本上要帥 今天有一個演唱會 對 吳承陽的 十二月 十二月二十二號 十二月二十二號 這邊有一個舞台劇 十二月二十六 到二十九 禮記裡面特別有提到 禮記曰 讀學而無有 則孤陋而寡聞 正直的朋友像一面鏡子 而博學的朋友 就像一本書 我們 我的朋友 基本上都像太陽一樣 照亮我整個人生 隨便行攻略 希望就像你們最好的朋友 提供您最多最多娛樂的享受 豐富你的每一天 不要啦 走一跳中午晚上九點 通知頻道指通我們叫全民心攻略 本身見